每一年炎热的8月几乎都是英国议会的休会期 在这个月里议员们将放下所有的工作进入到开心的休假生活 尽管英国和欧盟早已达成协议 在10月31号是英国脱欧讨论的最后时期 按照常理来说在此之前双方的政府议会都应该是加班加点 日以继夜的讨论方案探讨可行性为人民多谋福祉 但英国的这群议员大爷们在8月还是雷打不动的休假 并准备在9月3号结束议会休假开始议论国家议题 现在的最新情况是这群大爷休假容易想上班却很难了 英国首相约翰逊向英国女王提出议会休会请求 并且已经获得女王批准 具体时间安排是9月3号到8号议会将重开 重开5天之后的9月9号开到10月14号议会再次休会 议会将再度休会一个多月 重新开启的议会是在10月15号 这次的议会意味着约翰逊有更多时间来强硬的推动英国脱欧计划 并且议会几乎没有时间来反对约翰逊提出的脱欧方案 议会对脱欧的正常辩论时间只剩两周多一点 本质上束缚了下议院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能力 对英国政府最不满的当然是英国议会 众议院议长约翰伯科和许多议员一样将此举视为宪法暴行 认为这是完全的违反民主制度 令人震惊 最大反对党工党的计划本来是通过一项阻止无协议脱欧的议案 迫使政府将脱欧延期而不是提出不信任投票 现在越来越多的议员们更欢迎该议案 对政府投出不信任票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议会将在下周结束休会 届时可能重新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普通英国民众也对政府霸道的行径提出抗议 已有民众自发聚集举牌抗议 大批民众聚集在英国各大城市中心举行抗议活动 包括在伦敦中心的威斯敏斯特 一些在伦敦街头的抗议者高喊停止政变的口号 并携带反脱欧标语和欧盟旗帜举行示威活动 现已有超过100万人网络联署 呼吁议会不要休会 根据法规超过10万人签名请愿 政府就要讨论议题 这个秋天的英国看起来将无法平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们深入了解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脉动